长安回望秀城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记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之力之来 这首诗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 这是杜牧的《过华庆宫绝剧》其中的一首 他说的是唐宣宗啊 宠幸杨贵妃 为了能够满足杨贵妃吃新鲜荔枝的这个愿望 不惜动用国家紧急运输方式 八百里夹击一战 顺着荔枝古道啊 把新鲜荔枝运到杨贵妃身间 那么我现在问观众朋友一个问题 杨贵妃吃这荔枝是从哪来的呢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说 那还用说吗 岭南荔枝吗 从广东来的 不对 现在很多的学者已经研究清楚了 杨贵妃吃这荔枝来自于现在的四川和重庆 这个研究成果 其实是源自对荔枝古道的研究 就是运送荔枝这条大道 八百里夹击一战往过运送啊 那这个道路一定是国家修建的 和现在来讲呢 最起码是国道 弄好点 就是当时的高速公路了 那有人说运着荔枝 这个荔枝古道在哪呢 很多人说有这么几条 有一条是从广州那出发 走湖南 还有的说怎么又进川呢 如何如何 但是这两条古道 一研究呢 多长呢 一个是六千多里 一个是五千多里 等于一个是两千多公里 一个三千多公里 那么你按照运送荔枝 当时的这个速度来看 运到杨贵妃那 它得是新鲜的 这个荔枝保存呢 非常费劲 白居易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 说这荔枝啊 一日耳色进 二日耳香变 三日耳未变 四五日外色香味都变了 就是你放的一天 颜色就变了 从枝头摘下了啊 放两天香味没了 放三天的味道都变了 四五天啥都没了 所以如果你要不能在四五天 以内运动呢 这荔枝已经是烂了 或者什么的 那杨贵妃还吃个什么劲 按大唐时期驿站的设置呢 每二十里设个驿站 就是二十里换一个人 六十里换一匹马 一天呢 能跑五六百里地这是有的 那如果刚才我说那两条 从广州到西安 就到古长安 那个古道来看 那都五六千里地 等跑到这个长安那 那都起码七八日开外了 那荔枝早烂那不知什么样 要按这个标准 杨贵妃是吃不着新鲜荔枝 何谈一级红尘 非子孝呢 谈不上这个 有人说那不对 现在有个荔枝品种 就叫非子孝 在广东 那是后人府会上的 考古学家一研究呢 还有一条荔枝古道 从哪呢 从现今重庆福林开始 也就是川陕一条大道 因为这陕西跟四川挨着 从重庆福林开始一直到长安 这个多长呢 两千里地 也就相当于一千多公里 这一千多公里 你算算 一天跑个五六百里 那么四日以内 有可能加急 干到长安 那么这时候这荔枝 起码味道还没有变化 所以能送到杨贵妃呢 让这非子好好强强 哎呦这荔枝豪啊 新鲜 所以按这个解释 荔枝古道 应该是川陕大道 从重庆福林开始 到陕西西安 而这条大道呢 自古以来很有名 在唐以前呢 三国时候 当时诸葛亮入属啊 后来这个在这屯兵抗曹 刘备后来带兵取汉中时候 都曾经在这条道上 打错文章 等到后来说 什么时候就败落了呢 就不运荔枝了 从南宋以后 南宋以后 整个中国经济中心往南移 你看后来定都那些地方 这个这个林安 就先杭州 呃到后来这个袁明清 在北京或者在南京 这时候挪到东边去了 离得近了 都从福建那边运新鲜荔枝了 所以这条道就不能叫荔枝古道 但是这个川陕大道呢 却是川陕两个省经商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由这点判断 这个杨卫飞吃的荔枝 不是来自岭南 是来自现在四川和重庆一带 有人说那地方蝉吗 因为在历史上南宋是最寒冷的时候 他蝉荔枝的最北边 到乐山那会儿 你等那个在唐朝时候呢 气候相对暖和呢 蝉荔枝最北已经到成都这事 所以当地呢 产荔枝 这是完全现实的事情 所以这过程怎么运输 用古代冰箱 什么古代冰箱呢 竹筒 这我们知道四川竹子多吗 竹筒里头呢 带叶的那荔枝摘下来 放里边 然后用蜡把竹筒封住 这里头氧气减少 二氧化碳呢 使这个果实这个熟化呢 比较慢 这样呢 摘下来的时候呢 还有点轻 倒是催熟的时候正好 所以那时候用这个竹筒 来运输这个 称之为古代冰箱 也防止沿途挤压呀 谁把他给弄坏了之类的 最主要目的是保鲜 但你想想 古代这个保鲜 再加上周车劳顿 八百里夹击一站下来 这是国家级的非常运输方式 本来是传熟重要情报的 唐宣宗宠爱杨贵妃 就用这种方式 所以这个 有关杨贵妃吃荔枝这事啊 可以跟历史上 周游王风火戏诸侯 为博保思一笑 和可以和这项地评论 后人也因此说杨贵妃 红颜祸水呀 说这荔枝跟着都被骂名 那么其实这荔枝呢 也确实 在一定程度 是大唐走向衰亡的一个象征 你咱前面说 一记红尘非子孝 无人知识荔枝来 东木写这是干嘛 讽刺呢 一记红尘非子孝 那马达那快 人以为这有什么加急情报呢 什么出事了 弄半天 非子孝 杨贵乐了 没人知道是荔枝来了 都以为是加急军事情报 都以待会让我们收到的 很多人 都以为了